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成长中同时收获了友情和爱情 王源和欧亚娜娜 主要涉猎在音乐 综艺和时尚领域 写歌 弹琴才是其事业的发展方向 但是对于两人第一次挑大梁 出演电视剧难免惹人质疑 王源和欧亚娜娜出自可作主演电视剧 两人也并没有过多的主要作品 演技方面确实有待考量 王源曾在致命追击 老炮儿中客串 她在绝技中饰演白银祭司有着不错的表现 但始终没在严肃的角色展示演技 周杨娜娜虽然出演《机器之血》 《秘果》《破风》《北京爱情故事》等多部电影 但却被演员的诞生 一场哭戏惹得大家吐槽 而这一次能否通过大主宰翻身呢 原主还有不少床戏和吻戏 考虑到演员的年纪 照演和编剧应该会对剧本有所更改 但据说吻戏还会保留 王源和欧亚娜娜主演的大主宰 备受期待与考验 不仅是整体偏小的演员年龄 而且演员的演技能否将观众带入剧情 都是观众最关心的问题